如果賴清德總統講說 我百分之百相信鄭文燦的清白 因為鄭文燦吃便當吃得很快 那你們會說什麼 啊 袒護啦 都叛街啦 而且我告訴你 鄭文燦是理科男喔 對 他是理科男喔 他電機喔 台大電機喔 理工系的不會 對啊 高鴻安啊 理科男不會看啊 而且十件裡面有八件都假的啦 因為一般通常都會講一下 就是說同黨同志發生的事也很遺憾 那我們支持他占清白 因為以前民進黨都是這樣講 但這次就是完全連這種都沒有講 然後而且以之前 因為鄭文燦他是開發航空城 在2015年那個時候開發航空城 那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其實就直接指出 開發航空城就是在草地皮 所以他 我相信就是賴總統 可能對於鄭文燦過去一些行為 他是有點意見 所以他這一次才會表現出 就是好像比較不假磁色的樣子 那第三 就是我要講就是說 陶淵你又掐頭去 我真的忍不住要插話 航空城是吳智陽時代開發的 賴清德講的草地皮是指吳智陽時代的做法 那時候我相信 陶淵人都知道 一個小水池就金池塘 對 小水池要花多少錢之後 後來是鄭文燦去之後 把它hold住的 但他後來又重新開發了 重新開發就方法不一樣了啊 重新開發是因為我們確實需要航空城 我們確實需要低沾航下 但土地的開發跟吳智陽那時候的選擇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但那是2015年重新開發 賴清德是2017年講 賴清德2017他並不是針對誰 他就是直接講 這整個開發案就是草地皮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 因為現在桃園他說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去調查鄭文燦的案子 桃園的議會是林濤說的 林濤主張 坦白說我自己覺得可能也調查 不出個索爾蘭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多就是跟張善政要資料 張善政就是把公文各方面會議記錄 全部給他 那他就是說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你太小看林濤 林濤編故事的能力超過你十倍 但是 旁邊有個受害者 林濤連開已經疊到蔡英文了 但是你這樣子一直講 最關鍵就是說你要拿到他 到底有沒有收會什麼什麼 這個我覺得議會根本調查不出來 這就好比說台北市現在不是在 針對柯文哲做調查 這三大案很奇怪 可是就也只能拿公文說很奇怪 但是你要怎麼調查 你要約柯文哲他不來 你要約彭震生他不來 你要約已經離開台北市政府的人 他不來 你現在是在打點林濤就對了 林濤不用白費 我不是 我是說去努力 我們把這一段錄下來 剪下來送給林濤 沒有 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可以去努力 然後努力之後就要可以剪掉 但是民進黨我覺得也不要雙標 因為那時候林濤在調查的時候 民進黨就說林濤你在趁熱度 那難道民進黨的議員 在調查柯文哲也是趁熱度嗎 我覺得議員就是他 本於他職責他去調查這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就尊重 你真的不用對林濤客氣 因為林濤私下都講你壞話 老正道 兩個人關係不來 那天我們在陸友台 那個節目 因為友台那節目是 廣告時間網路沒有斷線 那時候我們在講你拿自拍棒 然後主持人就問說 葉原汁這樣做不是很奇怪嗎 林濤說葉原汁不意外 真的喔 那個黨團叫我收徵 而且那是七八點的時候 有些人在亂講說什麼 我就是在那邊 在那邊不去開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明明就有去開會 而且那個是七八 早上七八點的時候 有些民進黨就胡說八道 還好我有澄清 不過因為葉原汁剛剛講到一個點 我覺得是重要的 就是不要雙標 不可以雙標 特別是法律 就法律 每一個人面對法律的時候 應該都是只有一套標準 所以大家質疑的是說 好啊 那如果用同一套標準的話 為什麼林之廟 為什麼高宏安 他們的這個 而且林之廟有一個情節 它有一個情節 它不是保險箱 裡面有一些東西 用一腳行李箱 不然那個行李箱沒去的 你知道嗎 那個行李箱 也沒有被檢方給這個插口 對 然後後來問說 那行李箱裡面裝什麼東西 裝以前的情書 這種謊話 然後裝情書為什麼要燒掉 請教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它可以這樣子 林之廟 它也沒有被押起來 那為什麼同樣的標準的時候 鄭文燦就應該要被押 更何況它就已經卸任了 那所以翻開我們的法律史裡面 為二使用到實質影響力的 一個叫陳水扁 另外一個叫鄭文燦 那其他人都沒有影響力 你們也做得太沒有存在感了吧 林之廟 你們是現任的 可是你們都毫無影響力 這樣子的道理 你覺得可以說服誰嗎 所以剛剛原子講說 民進黨不要雙標 對 我們也希望司法不要雙標 而且林之廟那個是農地變更 已經變更完了 鄭文燦這個是到內政部 內政部到現在為止 不知道幾年了 就是沒有給他過嘛 那所以按照從現在的結果 來看起來的話 誰的問題比較大 實質影響力 實質影響力是在林之廟的案子裡面 是實現的喔 因為他的土地變更是已經變了 已經變了喔 對 那個利益其實是已經獲得了喔 那林之廟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看他只有80萬交保耶 他80萬交保 所以這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民進黨的立場是相信司法 但在整個案子辦的過程當中 確實會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不同檢察官辦案的標準 居然完全不一樣 如果實質影響力是確實存在的 包含高宏安有沒有把助理 邀到香山的小套房裡面 要求他把手機把它刪掉 訊息全部刪掉 甚至把它丟掉 有沒有要求助理拿咖啡潑主機 有 對 那這些不是實質影響力嗎 而且這在偵辦的過程當中 檢察官其實都已經有了 為什麼他不用收押 那鄭文燦的案子 如果戰爭的涉嫌 然後他的標準是對的 那我只要問說 為什麼這三個人 鄭文燦是已經卸任的 桃園市市長跟行政院副院長 他有實質影響力 但林之廟 高宏安 一個是現任的宜蘭縣縣長 一個是現任的新竹市市長 這兩個沒有實質影響力嗎 這個標準到底在哪裡 另外講到泄密這一件事情 如果他的講法是說 鄭文燦在整個7月5號的過程當中 有把訊息傳給他的助理 然後這個裡面的訊息 是有檢察官的偵辦方向 你知道律師在這個地方 我就有一個疑問 檢察官的偵辦方向 他擬出來的稿ABC 檢察官就按照 這樣子的標準去問嗎 不可能吧 檢察官在問案的過程當中 應該會隨著這個被告的狀況 或者他調查的狀況去做調整吧 他現在的講法是說 因為鄭文燦給他助理的東西 跟檢察官所辦的方向 包含檢察官提問的內容完全一致 所以他覺得有泄密 我就覺得這太奇怪了吧 檢察官你自己心證 你要怎麼樣辦案 你要怎麼樣審案 應該是在你的心裡 而且隨時依照庭上的狀況 去做調整吧 這應該才是事實的狀況吧 怎麼會把這個當成一個理由來收押 我也覺得很疑惑 另外泄密這件事情 我才覺得真的怪 昨天鄭文燦被收押 你知道嗎 看守所的編號這一件事情 應該是秘密吧 如果鄭文燦沒有同意 他是一不應該被泄密的吧 請問大家有沒有知道 鄭文燦的編號是幾號 有 媒體有寫 是啊 為什麼 這是不是泄密 如果真的要辦泄密 請問桃檢這件事情要不要辦 重點是當事人不願意 對 當事人不願意 他是號碼出來之後 被人家抗議之後 這個桃園的地檢才回去問說 鄭文燦願不願意 鄭文燦不願意 他才修正了改編號 那這是不是泄密 再來還包含什麼 他的同寢室的成員 是什麼幾個 什麼案子的涉案人 什麼涉案人 全部都是 還有包含他當天晚上 要不要吃飯 全部都出來講 這是不是泄密 我要講的是說 在我們相信司法的狀況底下 司法在辦案 應該要一事同仁 但我們在看到 鄭文燦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相信鄭文燦的清白 但是我認為他也應該接受調查 但在整個過程當中 調查的過程當中 似乎讓人家看到 有很多不尋常的狀況 滿多不尋常的訊息 那包括什麼 說調查官在監聽的時候 聽到一段被監聽人是指鄭文燦嗎 他想說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順便問候線上的朋友 這個細節滿多的 被監聽人有好幾個 未必是鄭文燦 因為那個料 現在被收押那四個 他們一定都有被監聽 所以未必指的是鄭文燦 因為那個沒有寫得很像 他並沒有交代說 他只有講說是被監聽人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是誰 但是寫出很多 很細節的東西 而且以我認識的鄭文燦 這不是他講話的口吻 他很沉穩是不是 對 文燦雖然有時候 私下會開開玩笑 但是他不會用這種 比較輕挑的語氣去講話 所以我研判 這個所謂的被監聽人 應該是指別人 那至於說通話的雙方 到底是誰跟誰通話 說實在我們真的也不知道 不過我就點名 桃園監獄的副典域長 你不要那麼想紅 想紅你辭職 來 坐在我們旁邊 我們一起來評論 沒事接受記者訪問 還去跟記者講鄭文燦的編號 你是怎樣 你是這樣可以得到獎品嗎 太超過了 對 你太超過了 因為當事人已經說 我不要透露我的編號 你憑什麼出來講 你以為你副典域長很大嗎 那川哥有一個部分 我想要請教的是 有關於徐小新 今天早上的行為 徐小新幹什麼呢 他今天早上 因為禮拜五 通常就是立院都會有工房 然後有院會 然後他就特別買了早餐 然後要幹嘛呢 他說 大家來吃雜燉 我們來吃鄭文燦套餐 鄭文燦 他今天吃的 那個看守所的早餐是 黑糖饅頭 於是他本人呢 就準備了很多 請國民黨的理會者 那個原汁有吃到嗎 沒有 你為什麼沒吃 因為我們黨團也有準備別的早餐 後來我就吃飽了 所以我就沒有吃到他的 不想被吐沒頭 對 那川哥 這個 誰會想要說 看守所早餐給我來一份 那你是想要怎麼樣 他都沒有顧慮到傅昆奇的心情 傅昆奇吃了那麼久 國民黨準備的是薄餅 叫豆奶 這個比較好 那許小新呢 準備的是這個 賣地 叫這個黑糖 他又去用氣炸鍋 這個我有問人家 氣炸鍋一次放這麼多 會不均勻 上面會黑點 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呢 不好意思喔 小廚 小廚房教學 他是饅頭 饅頭都要蒸的 讓它鬆軟鬆軟比較好吃 如果吐司放進去合理 就算不均勻它 還是會酥酥的 可是饅頭會變成硬硬的 會不好吃 口感不好 許小新忘記放口罩進去 葉宜蘭有教 你看這個當然是 難怪葉宜蘭姿都不要吃 他昨天就已經有發媒體了 他今天要去發這個早餐 他當然特別送兩個人 一個是副君子 意思是說 你以前是發言 叫這個吃的會不會一樣 口味的會不會燒香 這個叫這個 現在那個 有分錢 有沒有懷念 有分錢今天絕對沒吃的 開什麼玩笑 我吃不簡單又帶你 你又拿這個來玩 第二天 他今天又特別 夾給兩星期有可能要吃的 鹽寬人 因為鹽寬人 7月25號 25號 兩星期嘛 他夾給鹽寬人 鹽寬人絕對說 來不聚餐 不會燒 監督挑餐 這樣喔 你白白你知道嗎 有人會管你吃這個 我跟你講 不管是看守所 還是監獄門口 是不是叫做什麼餐 惠客餐 有人會沒事去買惠客餐 來家裡吃嗎 有人都無聊吧 你是youtuber做美食評價 有一附近經過說 這個生理不錯 不然要來吃看看 回去跟大家說 跟家人說我們今天吃惠客餐 不可能嗎 不可能 可是許小鑫 你為什麼會幹這種事 他就是 就是要跟他笑 可是他也忘記 他的大骨 他的姐夫 現在每天都在吃 國民黨現在誰還在吃 賴宿如也還在吃 國民黨現在一台堆的 還沒酒 民意室還在吃 對 現在一台堆的 也都沒酒 那你現在去弄這樣子 我跟你講很多會回給自己 許小鑫有幾個案 十幾個 會都行輸的 不是怕民宿的 會都行輸的 如果一天你去弄去 你如果去遭到陳嘉義 陳嘉義的 叫陳嘉義 不會對大家說 許小鑫 你陳嘉義好朋友 無論如何 最終也給你一天 最終也給你一天 你如果去遭到二職檢察官 有可能我最終給你押一天 讓你開心一下 讓你知道是什麼 這種講起來就是 很沒有道德 很沒有道德 施法的事情就交給施法 其實這樣笑 沒什麼特別的意義 那文燦現在在裡面 他就是接受檢察官 繼續給他訓問 當然有人說 現在押進去 是不是還有 第一的案 第三的案 第四的案 我說現在頭上 總共就是這樣 今天郭醫生也沒有來 對 現在頭上總共是這樣 就國民黨的 站到以前八年 只要是議會直順過 都市各位變經的 都市各位變經的 市地從外 自辦的 公辦的 什麼人有人提議 沒提議 有通過 沒通過 只要桃園市的督法局 有討論過 鄭文燦有去看過 每天都在旁邊 他就這樣沒了 總沒了 沒到現在整個頭上 這樣滾滾的 委託已經都在進行中 人家都很高興 都在進行中 都在進行中 你現在才議員說鼻子 你現在說鼻子 鼻子之後 當時那些帝主 本來很高興說 我們這個 當時計畫變經 我們自辦重化 公辦都庚 什麼公辦重化 人家都用得大家都很穩穩的 那你現在有一些根本也沒事了 你現在一條一條 要幹嗎 這個到最後會有反效果 說沒有看過有人早餐套餐 然後是看壽司的早餐套餐 還會拿出來說 我要分享給我的 國民黨的同事們 你看葉元智就不敢吃 葉元智就說吃飽 付婚期也沒吃 因為他吃過 吃膩了 年輕人就不知道 有些事情是禁忌 這種是觸眉頭 人家曾經蹲過了 你又把他東西堆到他前面 看了就不開心 那當然徐曉星這樣做 理由非常簡單 他就是需要一提 就是要紅 就像我必須要說 之前很多藍營的名嘴在拚 這一定是賴清德要鬥鄭文燦 我要講說那個檢察官 是徐曉星的朋友 如果賴清德下一個指示說 你去辦我 那個朋友一定立刻 跟徐曉星講 如果賴清德叫我去辦鄭文燦 徐曉星第二天一邊吹直笛 一邊出來開記者會 中了 賴清德要辦鄭文燦 一定會這樣搞的 徐曉星都沒梗 一定要生梗 所以我必須要說 現在這個事情 其實國民黨人心中也有點召集 召集的層面有兩個 第一 鄭文燦如果收藥 大概後續不會有什麼新聞 之前可能大家彼此一直泄密 一直泄密 因為大家就是要去爭取對自己法律有利的地位 所以我認為有些密 大家也不用迴避 可能就是檢調卸出來的 這個就是不用迴避的 那很明顯 不然那譯文是怎麼出來的 不就是裡面 難道我外面的記者可以自己寫譯文嗎 監聽譯文 好 再來國民黨接下來會不會起火 會不會燒到 因為大家在講賴清德講 無網無縱是什麼意思 我個人的解讀是大開綠燈 這個我不會干預 你們要辦就全部辦下去 那我就要問 藍白之前有很多案子 當然大家其實多數人看到柯文哲 我們之前討論了那麼多 金華城 白檢你要不要辦 辦到哪裡去 現在大家質疑 不是有國民黨出來質疑 你現任白檢檢查長 你是不是以前鄭文燦的案子 你有涉嫌簽結 辦得不夠大力 白檢你要自簽 是不是趕快該簽的 都趕快把它簽出來 該叫來問的都把它叫來問 所以我個人的觀點是 接下來立約一關門 什麼事情 大家就可以來好好來檢視 因為之前可能立約 你說有保護傘是不是 保護傘收起來之後 不方便處理 但是只要一關門哪邊都可以收 什麼人都可以 那大家就來見真章 當然有些已經關了 那地方議會 很多已經關了 那就了解 他們最近在討論什麼 收典論到現在還沒出來 有今年只能出來了 交寶 交寶 150萬交寶 一審已經判了 對 之前 押了七個月 對 七個月 阿彌陀佛 真的是 我在聽他們在聊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相對比較低調 就是因為有周典論的例子在 直接就是判出來 人才出來 所以回歸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雖然講說這個案子本身 不是非常的明確 還有很多的疑點 然而我個人的看法是 隨著後續的調查 大家就以法院地檢署 丟出來的正式公文為準 旁邊那些旁敲撤擊的東西 大家要有區別的能力 因為有很多是放話 不見得是事實的內容 你說旁敲撤擊 林濤算不算是旁敲撤擊 因為我們今天有當事人 被指控的當事人出來了 我們看林濤指控什麼 他說鄭文燦組一個叫做購地集團 其中就點名到郭玉信 郭玉信是桃園市政府的 前金發局的局長 林濤整個完整他怎麼說 他點一個地點 是觀音區的草榻中校段土地 就在那邊講說合約的賈方 買方是誰 是小英之友會的 信賴之友會的 還有當時的這個金發局長郭玉信 以及桃園市政府的兩岸小組的委員 叫郭登新 都有涉入這個買地集團 那他的這個指控 他其實講了好幾段 還有說什麼小快息等等的 那指控到你的這一個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拿出更多的證據 來回應是不是慶差公共 好這個剛剛參加 坐在這邊將近四十分鐘 聽了很多關於這個在公務擴大 這個有些司法案件的一些觀點 他做法這當然有討論的空間 我這個議題比較算是小聯盟的 小聯盟 剛剛是大聯盟的議題 這個都有對錯都有討論的空間 這個東西剛剛延伸到 剛剛說林濤可能蠻會說故事的 不能說每個都是假的 但這個就是切確實 就是一個假故事 來這個我在昨天我第一次秀出 我這個當時在投資的時候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共同的一個協議書 裡面有提到第一個 甲方 乙方很明確 甲方是一個女性的投資人 第一手的 那乙方就只有我一個名字 所以代表這個所謂定義 什麼叫購地集團 大家的概念會是什麼 我們舉手一起簽 乙方有好多個 那個柯文哲算不算購地集團 算算算 所以這個這個案子當時成行的時候 是透過一個前客 在我們地方 我們整個裝腳 好朋友結結 結結糕了 一個一個賣 所以我在簽訂這個合約金額 跟日期的時候 這一些有投資 參與投資的 日期跟金額 我都不知道 但是簽了以後 這個案子就進行了 投資的標的沒有問題 這個資訊都正確 但這個講起來比較複雜 因為但我投資的 所謂叫不良債權 有點像法拍 不是單純的農地買跟賣 但是就持續上面 他說你在當金發局長的時候 買土地 來 這個直接時間的關係 直接跳到這邊 100空十年9月10號 103年9月10號 2014年的9月10號 那個時候 我還在民營的單位服務 上位加入公務門 我是在2018年3月 加入桃園市政府 先當金發局的主任秘書 那鄭文山市長是在2014年 12月25號就任的 9月他才完成提名 這時候可能還在準備選舉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投資 因為我的父親叫郭榮忠 前立委 這裡面的這個簽約裡面 這股動裡面13個 大概一半以上 上席爸爸選舉的幹部 所以說這個就是因為 這個前客跟大家都認識 九九姐家一起投資 這樣子 所以講到這邊 第一個我想說 這個第一個標題殺人 鄭文燦 我那個林濤昨天在一個友台說要告我 我說我照著你的新聞稿寫 你要告我什麼 這個點出鄭文燦點土成金 哇這個鄭文燦正是與綠民帶組成龐大垢地集團 拜託 103年的9月 當時我父親是三屆的立委 鄭文燦市長當時 我這個是把事實這個重現 後來他參選立委沒條 對 館長沒條 接著在選這個市長的時候 有人說你這次載沒條 不要再算了 當時他的影響力 不要把現在這個時候的聲量 回饋到這個103年 2014那一屆根本沒有人覺得他會贏 他那時候是沒有公職的 因為他那時候是準備要選舉的 所以把這個鄭文燦 這個是完全就是扣貌 時空坐制 然後這個短短的新聞稿 這一段錯誤百出 再來 中校草套中校段裡面 哇這個四千三百 講得哇這個 買得很大塊的土地 是因為這個一塊不一樣的土地 為何吸引這麼多人來買 因為他們集資起來 向市府申請產創條例 要做園區 這個就是他法規外行 要嘛不是不認真 就是法規外行 跟這個觀眾朋友 跟主持人來賓說 產創條例在非都土地 要申報園區 有一個基本的門檻 最多要五公斤 一公頃很多人沒做土地 不知道一公頃多大 三千坪 三千坪 五公頃要多大 一萬五千坪 時任金發局長的郭玉信 我會想到說 四千三百二十七坪的 我要透過產業 產狀條例來報邊園區 後來發現喘光 林濤不是議員嗎 這個東西他不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身為議員 他很多功課 他可以做 要嘛不是他可以不做 不然就不認真 繼續往下看 哇拿出一個 這個是我覺得 因為這是最惡質的地方 他在節目上秀出一個合約 哇塞 這個馬賽克爾很多人的名字 這個大家可能還記得 身分證字號 這個迷信都有平均 沒有錯 因為這當時是我簽的合約 但他後面寫合約的假方 林黃章先生點出來沒問題 後則一路這樣寫下來 包含我們製作單位做的手卡 會覺得這一下下面的人 是不是都是購定的 都是買方啊 都是假方 對 但這個合約字我拿出來 假方只有一個人 就叫林黃章 後面那些害起來的13個名字 都叫乙方 乙方是什麼 當時2020年 我們把土地賣掉了 大家有聽懂嗎 他把這些文字 在玩文字遊戲 說完假方以後 林黃章 後面再加幾個名字 大家感覺說 購定集團一定是買地嘛 我們在當時是把土地賣掉了 取得土地是什麼 103年 以後兩個買賣 第一個是不良財源投資 整理完之後變土地 2020年賣掉 總共六年 林桃把這些東西都 這個 哇 東拼西湊 變成今天這個故事版本 你六年這樣有賺錢嗎 他有我的當時受地的原始合約 一瓶我們的賣價 就是兩萬五千塊 那你一瓶才賺五千塊而已 但是我持有的就是兩百瓶 如果各位來賓數學不好 兩百瓶一瓶兩萬五千塊 收入先不管成本是多少 五百萬五百萬而已啊 我收入喔 剛剛說你成本是兩萬嘛 所以就是你一瓶才賺五千塊 我一瓶賺五千 對 所以我賺一百萬 對啊 六年 我的意思是說 他為什麼刻意寫說 哇 獲利千萬 我認為他這是很刻意的塑造 這是一個草土地 暴利的千萬一百萬 那你不如買台積電 那他說獲利千萬 你買台積電可能賺更多 對 那所以有 居然說 他每次買那個東西 拿那個錢去買台積電就好了 我有一個觀念 我要再說一下 不如你去當安心 就一千兩百萬了 當時這個共同投資協議的人 不是啦 當養寶箏都一百三十二萬 你比養寶箏還不如 這邊有一個觀念很重要 也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當時這個錢客在串的時候 他說一到兩年可以處理完 結果一處理 處理完 處理到六年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投資一定有風險 對 這很重要 因為就是說 這個跟鄭文財完全無關 對 這林濤這故事是完全無關 再來就是說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土地 他身為議員 這個土地在觀音 他是桃園的議員 他打個電話問一下 就知道這塊地 現在地幕是什麼 對 他說我變更獨立 有沒有變更獨立 OK 如果有變更現在是工業地 跟真的還是農地 在我任內 我結束之前 最愛土地沒有任何一個計畫提出 他說當然沒有教 因為什麼 根本不符合資格 就像那個NBA球隊一樣 你季后賽都沒打過 你說他沒有拿到冠軍 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我是一個四千多瓶的土地 他說我產創條例 闖關失敗 那不是廢話 我連進去這個門檻 門檻都不到 怎麼會說闖關失敗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現在的手法 也就是說他用影射的 他用連連看的 這跟黃國昌也滿像的 傳聞很多 對啊 傳聞很多 這個鄭文財傳聞很多 就是用這種打磨胡杖的方式 讓你去產生很多無限遐想的 對喔 很髒喔 應該有鬼喔 裡面可能藏污納垢 用這種想像的空間 去毀掉一個人的人格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現在用的手法 他也用這樣的方式 去毀壞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以及毀壞對於大法官的信賴程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民進黨應該要防止 因為當法律或者是憲法的守護者 這一個防線都被國民黨 用這種影射或連連看的方式 給摧毀掉的時候 整個台灣會大亂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什麼東西可以當作一個秩序 我想要補充請教 剛剛沒有問葉元支的問題 元支委員 就是你剛剛講說 那個黑糖饅頭 你是因為吃飽了 所以沒有吃 那我問你 就算如果你沒吃早餐的話 你會吃他帶來的看守所套餐嗎 我覺得這個 因為徐曉星就哏王 他說就是欣賞他的哏的就會欣賞 不欣賞就會不欣賞 那你是欣賞還是不欣賞 你不欣賞 不評論個別委員的哏 對 因為100 因為他就是想要酸一下 鄭文燦就這樣 你把因為有113個委員 每個委員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 像民進黨也有一些委員的做法 我非常不認同 像在我們委員會裡面 有的委員都一直在注意別人的質詢 然後在那邊偷拍 然後頓當取義 我也不能接受 但我們也沒辦法 我就都尊重 可是我覺得 就是政治不能超越人性 就是說徐曉星今天的那個做法 他還買了60份 人員 每一個都要吃到 對 就是第一個說 這個真的是觸眉頭 誰會想要吃牢飯嗎 那你這個強制性的 你看我準備了60份 整個黨籍立委加上白銀的 你們通通都來一份 這是團滅的概念 對 就有一點藍白團滅的概念 這個東西其實是 對他本身不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政治不能超越人性 就是說司法 他其實是有 應該要有一致的標準 那不管是任何黨籍的人 他碰到了司法的問題 其實你就一句話 尊重司法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證據 來證明這個人是有罪的 也這樣就好了 那還有人家說 看到這個對手 被壓了之後好開心 然後就是已經沒有人性到一個 超越 超越整個社會的可容忍程度 我覺得許小星現在的梗已經是 越過了人情的界線 她的梗是踩在她的大姑跟姐夫的身上 是啊 對 然後所以她 她為什麼不用一個劉項姐早餐 她為什麼不用一個杜炳城早餐 她為什麼這兩個人當時在設案的時候 她說大姑不是家人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這個早餐這麼好吃的話 你怎麼不去吃吃你的大姑 大姑障的早餐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可惡 而且我認為 就如剛剛大家所說的 國民黨今天早上在拿早餐的那一些人 有多少人吃過這個早餐 超多的好不好 好不好 那個包含他們的總召也是一樣 可是對於這些人來講 許小星有沒有在顧忌 沒有 因為新聞在她身上 她今天就獲得新聞 而且這個新聞其實在昨天 昨天晚上確定鄭文燦收押之後 對 就把鄭文燦 今天看守所所有的早餐 午餐 晚餐的菜單 全部都播出來了 而且國民黨還本來說 因為今天為了選爸爸要假動 早上就已經要做這個早餐了 我本來以為是國民黨 整個黨團要做的 結果不是國民黨黨團 是許小星 我認為國民黨如果真的有 有一個概念的話 認為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會讓 反而會讓所有的人民 對他們討厭的話 其實他就應該要去調查 這個新聞是誰丟出來的 國民黨的所有的黨團幹部 不該有人去做這一件事情 但國民黨有沒有人去擋他 沒有欸 就讓他繼續作秀欸 很多人都還把他拿回去 甚至他還不只扒給國民黨的立委 他還扒給記者欸 你知道嗎 很多的記者 霧眉頭到一個程度 是啊 而且我覺得顏寬盒 應該要跟他抗議 就是顏寬盒的案子 8月就要宣判了嘛 7月25 那這件事情很尷尬 你叫顏寬盒是吃還是不吃 同事拿給我 同事幫我準備早餐 那可是我的案子 我不知道結果 可是其實這樣 對啊 這不是現同置於不義嗎 我覺得許小星的這些梗 剛剛袁哲有講到說 他尊重每個委員的梗 那他自己舉的例子 他受不了的梗是說 委員會裡面有人在拍直播 你自己拍直播 你不是也開直播嗎 不是 我就講斷章取義 譬如說可能委員會我們離開一下 然後就拍我們說 宣言之只有杯子沒有人 他自己都沒來喔 然後他出現的時候就拍我們說 宣言之有杯子沒有 就是在那邊斷章取義 在那邊攻擊別人 但拍直播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閒 其實沒有超越人性的那個界線 但許小星的 其實是超越了那個人性的界線 而且剛剛葉原芝所講的 去拍人家不在位子上面的始祖是誰 就是許小星 對啊 那你的民進黨也一樣 對啊 那民進黨也一樣 那我要講的是說 你們不要但你要譴責他 許小星 然後對國民黨來講 用人家用同樣的方法 對你們的時候你們會偷 許小星沒有這樣 所以人家不在趕快拍 然後就說他都不在 在議會他就這樣拍 重點是那一個說我不 許淑華 那個說我不在那個委員 他自己都不在 什麼走光的照片 他一整天不在 有沒有 對 他有一個相簿 是 他說要拍許淑華走光的照片 還把這個事情 當成他的選舉噱頭 對 在去年的時候沒有嗎 當你們拿這樣子的方式 來對你們的政敵的時候 你們很開心 當人家用這樣的方式 對你們的時候 你們就會喊痛 一樣 那你譴責一下 那樣對我的人 不然你也雙標 我告訴你 許曉鑑怎麼做 那跟我沒有關係 許曉鑑是許曉鑑 我是我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別人這樣子對我 但是許曉鑑是許曉鑑 我是我 你也曾經去拍過黃捷 然後在茶水間還說好色 拍出來講出來 那個我是唸留言好不好 我唸網友留言 還不敢承認 話就是你講的 不是 我就是唸留言 我有唸 我是唸留言 那你什麼叫做好色 我不覺得他跟宗嘉賓 又怎麼樣 但是我是唸留言 是黃捷本來看我的直播 他以為我在講他 然後就一直罵我 而且這個影片就是你自己的直播 然後你講出來 你播出來 你還不承認 我沒有不承認 然後你現在還講說 都是黨團叫我直播 我真的是覺得這太好了 我沒有不承認 那是你的直播 好色 是我在唸網友的留言 我沒有覺得黃捷跟宗嘉賓 怎麼一樣 我沒有覺得他們兩個怎麼樣 但是黃捷攻擊我 我也沒有說什麼 有能唸直播的時候 還會有語氣嗎 好色 我沒有這樣子 這就是造謠 這個就是造謠 歡迎一把影片拿出來 我是唸留言 這就是你講的 還走在那個走廊上 好色 你是希望我覺得他們兩個很色 是不是 沒有 是你講的 我就已經跟你講說 我是唸留言的 但是你就是一直要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色 是不是你覺得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色 這個留言你應該被唸出來 讓所有的人知道 不是 問題是我就是在唸留言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在唸的場合裡面 為什麼要把他好色這一句話 我就是在唸留言 好色 我就在唸留言 好啦 可能你覺得他們兩個很色 故意借由我來講 讓我試圖當個公道伯 委員要有委員的判斷 那如果那個 不是 你覺得好像不是很妥的話 因為你也覺得不是 不是很妥的話 你幹嘛壓那個留言來面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大家你黑我很多天了 你先讓我講 我主持人不要表示主持人 主持人我在唸 就算是手板上面 有一些不好唸出來的 我會自己自動把他逼掉 跳過 我不可能隨便罵什麼詞 我都把他拿來節目上 打開小孩大小 所以稍微也要有一點判斷 但是大家現在都一直覺得 好像我覺得中嘉賓跟黃傑 在房間就好色 我沒有 我們今天邀請到是這個 衝師行為學專家 還是專科 衝師行為學專家 衝粉 因為昨天那個憲法法庭 前天 關注度非常高 那我們來看 他在做什麼 大家在討論說 他在看平板 他在看平板 我昨天有把他倒過來說 對 他就是在看憲法法庭的 那一個直播 他有一個解釋 他說 我就是看一下說 那個申請方代表 在黑白說什麼話 來看一下到底線上流量是多少 結果就被發現 沒有啊 這不是立法院的訴訟代理人 正在講話的時間嗎 然後我覺得網友 大家都是現在 因為鏡頭到哪邊 那個整個變 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這樣的一個詢問 大法庭 那個憲法法庭 大家一直在注意的就是 請問一下黃國昌 他的表現如何 那他的表現之外 他又做了一些什麼事 這邊有一個網友 他就說 他的在現場的行為 他其實是一個動態的影片 那我幫他截了一個畫面 是停在這裡 名嘴 他就是 他說他一直 害來害去 會抖 然後肩膀 會吐來吐去 然後又嘟嘴 又名嘴的 你說他現在的心理表現 心情狀態是什麼 再加一個人 是科技專家徐美華 他說憲法法庭 有一幕讓大家不太理解的事 想要知道他的心理狀態 他說有一個 攝影記者的朋友 跟他分享說 之前輕鳥行動 然後有人在罵 不是外面都在罵嗎 黃國昌偉君子 黃國昌偉君子 然後他自己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他說表情看起來很鎮定 在滑手機 但其實他一直把那個手機的APP打開 刷掉 打開刷掉 打開刷掉 這是什麼狀態 他是這樣 因為他 我說過他只能自己講話 沒辦法跟別人辯論 所以他前面偷了7分20秒 嗆那個大法官 不好意思 這樣好不好 說了 後來輪到他講的時候 他就開始語無倫次了 然後他不是說他在看APP的時候 右邊的翁曉玲在講 第一次 第二次是左邊的陳清秀在講 這兩個都在講的時候 黃國昌是剛才吐手機 然後吐完之後覺得無聊 他就開始這樣 我跟你說 你如果去法庭 今天黃定英律師在這裡 你的董事人 我看在一頂館的時候 你的董事人如果這樣 你又不會叫他說 你坐好坐好 你態度比較好 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這樣 然後說 然後他右邊肩板抖 然後他不只抖肩 他抖腳 我上次跟他坐在一起 他就抖腳 他就抖腳 而且他會創造聲響 他這樣 他不安 然後他也不想聽人家講話 有點像趙玉 然後他在伺機而動 然後他也不想認真聽 所以忽然間各位記得 忽然間上面大法官問他講 一個什麼反質詢的定義的時候 他說我試著 其實他心不在焉 因為他沒辦法接受別人問他問題 那他為什麼那個APP打開關起來 打開關起來 因為他看了不同頻道 他看的是不同頻道 因為當天有非常多的電視台 都有開直播 都有去連那個 大家都在連 他發現 他發現 對他友善的那個頻道 其實那個留言很少 我們手機也是這樣看 我們沒什麼留言 30秒還沒有吐 來 說多半個 我還要再吐 我還要再吐 然後他看不到任何一個 稱讚他一直流的那個APP 因為他以前開直播 晚上開起來都兩萬 管講差不多一萬 然後他兩萬 王國昌的直播 就一直刷 一直刷 可是他那間在 在這個憲法法庭的時候 那個刷的速度其實是很慢的 也很慢 然後他就沒辦法 所以他就吐掉 是大家都躲在別的頻道 再開一下 怎麼又沒有 所以他一直不斷的在那裡弄 他還開照片 你看他沒聊到開相片 他有一次 有一次關起來的時候 他是打開那個相片擠 然後一張一張在那邊刷相片 在那邊看 真的很閒 他不是應該要聚精會神嗎 老師上課了 因為他覺得別人都不可以說 他最好說 別人說的都沒辦法 就是他怕他有辦法說 所以別人在講話 他也不會認真聽 那因為他也沒辦法回答 所以我重複一遍 他就是會從 開始嗆7分20秒 那個時候他才有主導權 後面的那一個 整個兩個多小時 其實他已經進入到一個 他很急 很急的要表現 可是又插不上手的時候 他就開始這些聲響 動作就陸陸續續出來 我們看這個部分 那個憲法法庭 你看多厲害 我其實沒有去看所有的頻道 我就是抓三立新聞的直播頻道 我們來看 我們把它結出了 有不同的片段 這個是18分52秒 這個是24分25秒 是兩個不同的內容 這個內容是 尤博祥大法官在針對黃國昌 另外這個是 蔡忠貞大法官 他也有提到一些說 你們是不是想要挑戰 44585號呢 接著往下看 你知道這個流量是多少嗎 47萬次 是 厲不厲害 往這邊看 另外一段 45萬次 國昌酷酷 都很厲害 這兩邊真的都很厲害 前所未見的憲法法庭的觀看人數 大家是要看什麼看電 看藍白被電嗎 是 這個我想我們這一週是台灣的法學精神戰力週 大家都一起專心的來學 法學的知識好事一見 但是看到看看畫面 相信那四十幾萬 六十幾萬 有在看片的人 現在這個時間點應該都想問黃國昌 做業交了沒 大法官跟你三天 不好意思小弟也是老師出身 我們對於學生交作業都非常擔心 不希望這樣被當掉 明年再來太辛苦 所以交了嗎 你還有24小時的時間 除非你要硬拗以上班日計算 拖到下禮拜一 但再怎麼拖 反質詢都要交 為什麼反質詢 這個不交不行 因為這可能就是最重要的關鍵 吳宗憲說 反質詢就是向蘇貞昂叫什麼叫好 請問定義怎麼寫 你寫給我看 這個我們做學術界 我們不會說自己是權威 可是學術界在吵架的時候 一定都是講定義 所以昨天 前天那個已經前天了 所以黃國昌你只剩一天 前天那個大法官的 現場的講述 其實我們都說這是一個讀書人的場合 讀書人可以看出誰沒有讀書 剛剛我們有講到黃國昌 看直播 有人說我只睡三個小時 不夠 好後面最後面還有 三天後交作業來 活脫脫就是大學課堂報告的場景 有人發手機 有人不交作業 有人一問三不知 有人說我作業寫不出來 我只睡三個小時 寫的報告還是很爛 但是你終究是要出來面對 實際上擺 這不是只是擺拍 大家可以真正見真章 但回歸根本好 為什麼大家講 只差這個反質性很重要嗎 有很多大家經常嘴巴講的話 實際上在學理上不存在 我就講一個我們政論節目經常聽到的詞 叫假議題 在我們邏輯學術上 根本不存在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口語 你當然大家都可以講 但是如果是法院攻防的時候 這樣子的東西是不行的 而且我還是要稍微插來一下 今天講的這個 這個今天我們還是 立院還是有在運作 我們國家還是有這個機器在跑 立院的運作當然 看來民眾黨 你怎麼又自打臉 你跑去支持國民黨提案 其中有一個 就是黃珊珊的狡辯 他說我們民眾黨反對假連數 請問你黃珊珊律師 什麼叫假連數 今天人家簽名自己簽上去了 然後你說這個是假連數 請問你怎麼判斷 如果你說現在經過審查的 那就不算假連數 不需要搭身分證也叫真連數 那奇怪 你為什麼要搭一個身分證 你為什麼要去投國民黨的版本 為什麼一定要身分證原本 為什麼不能自然人憑證 不然就是你柯文哲最愛的iVoting 為什麼不能搭呢 就是一定要去提一個身分證難度最高 最可能產生弊病的 為什麼 黃珊珊他們現在一樣玩延遲遊戲 就說我們就是反對上調這個門檻 但是要嚴謹連數程序 我在這邊要指出一個 法學界的曾經的良心 他講的話 這個法界曾經的良心他說過 有一批立委 剛選上第一件事情 或許意志到 接下來他會做很可怕的事 所以他會提案讓罷免程序 變得複雜 要求每一個提議人 連數人把身分證正本面 印本交出來 讓你直接行使民權 更加的困難 這個法界良心叫黃宮國昌先生 今天黃宮國昌認為 加個身分證就是製造門檻 就是拉高門檻 但是今天民眾黨惡化不說 直接投贊成票 淨負惡毒 誰的版本 我們花蓮王 花蓮王的版本 因為國民黨他們知道說 要得到民眾黨的票 就把民眾忙的 麥證的版本拉過來 就變成國民黨的新版本 就這樣淨負惡毒了 好 國民黨不意外 國民黨不意外 大家就問你民眾黨這8票 到底是為何而投 你們是真的認同 這樣子是有幫助嗎 還是增加罷免的難度呢 好 這個當然 業力爆發 將來大家就等著辦 不過我在最後還是要拉回來 再次提醒皇宮國昌 交作業只剩一天 交不出來你就不能繼續罵 說我是有簽你嗎 你真的有簽 記得要交作業 謝謝 這個作業的部分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小草應該叫蔥粉 小蔥 小蔥看到 看完之後說 我們的國昌老師 真的是邏輯一流 比其他人都棒 把這個大法官電到金屎屎 然後甚至他們還在操作一件事情 在講說那個實習的大哥 他說你說今天二哥 我今天大哥是尤柏翔 二哥是他 認了幾個哥 就兩個 大哥尤柏翔 二哥李全合 他說你怎麼忘了 你是不是想叫他韓文明 歐巴 好啦就是說如果黃國昌在這個 憲法法庭當中的表現 是非常非常好的話 小草跟小蔥就不會在line裡面說 我們來罷免大法官 也就是說大法官狠狠地打臉了 這個黃國昌 翁曉玲 這三個立法院的代表 所以讓他們覺得 天哪怎麼被打臉打到這麼慘 而且不但是內涵上面 知識性上面被打臉 就連外表的皮肉上面也被打臉 你看看人家 人家這個才叫做俊俏的臉龐 對嘛 那誰要看你的直播俊俏的臉龐 看原來憲法法庭這麼好看 因為充滿俊俏的臉龐 然後又富含知識的含金量 那現在小草怎麼辦呢 第一個在討論說 那我們能不能來罷免大法官 第二個來說 不對耶 你這個就算長得這麼好看 你不過就是正大法言所異業 我大哥尤伯祥有沒有 也被小草罵 那你不過就是正大法言所而已 不然他博士的意思就對了 不是康乃爾 我們康乃爾的呢 我們還有慕尼黑的呢 這就厲害了 康乃爾跟慕尼黑 為什麼會被人家打成這樣 回家去檢討好不好 光正大就可以把你們打成這個樣子 咪咪茂茂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說憲法法庭好看的程度 讓我立刻這個按讚 這個訂閱 加分小鈴鐺 對我還開啟小鈴鐺有沒有 通知一下 這一段期間 大家的憲法的知識 其實都不斷的精進 這些事情其實都透過了憲法法庭 這些訴訟代理人 還有這些大法官 他們的問題直指核心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這一部所謂國會改革 因為名字很好聽 叫改革 大家覺得改革 當然是往好的方向改 透過了這一場 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你們擴權擴成這個樣子 譬如說 這個 我二哥 他對於反質詢的這個定義 不斷的要求說 那就沒有反質詢這個東西 你不告訴我反質詢是什麼東西 那它如何發生啊等等 然後他 然後還特別講到這個 尤波翔還特別提到說 這個你是不是講 立法院的優位 就是優秀的那個優 立法院的最上位 國會優位權 還有這個 你要總統去國會裡面 我們汪上人 真的不敢嘴了耶 然後他們竟然就公然說謊 他們在憲法法庭上面 翁曉玲說 我沒有這樣講 說立法院優位 但是你的條文內容 就是立法院優位啊 然後講到 要總統急問急答 黃國昌說 沒有啊 我沒有叫他急問急答喔 我只是說 依序即時回答 他的即時是什麼意思 對嘛 他的即時是 什麼時候回答 對啊 可以一年之後回答 或者是三年之後回答 借任之後回答 四年之後 或八年之後 我再給你一個書面回答 可以這樣嗎 所以你根本就是要人家即時回答 然後在這個法庭上面公然說謊 而且還不交報告 像話嗎 還被我大哥尤柏翔說 第十頁找到了沒 而且還說 第二行到第五行 有沒有 第二行幾行 尤柏翔都 不要再刷直播了 尤柏翔都看得這麼清楚 然後你這個法案的起草人 最了解這個法律的人 最了解這一部法律的人 你什麼都不知道 搞什麼東西 所以才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所以人家才會說 從內涵到外表 你都被徹底打趴 立法院今天 本來我記得我們節目上 邀請到來賓李明顯在講說 不會啦 那個罷免的門檻 不會處理啦 不會怎樣 結果 他的這個承諾化為泡影了 我們來看 今天因為綠營這邊 在民進黨在立議院黨團 其實是有提說 要把一些案退回去 結果 在講說民進黨的提案 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意義 韓國衛居然可以前後問七次 國民黨在幹嘛 國民黨聽到第一次 沒有沒有 第一次沒反應 第二次沒反應 第三次沒反應 人家拍賣也三次就說 好得標 沒有他還問到第七次 結果他們 對 怎麼可以把我們選罷法退回去 來 馬上 我們最在乎的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要把這個 罷免的連署的門檻拉高 那連署門檻拉高就是 你愛護新聞錢的贏本 這件事情 我們都已經討論過非常多了 詐騙集團會多開心 結果他們還是過了 而且民眾黨在幹嘛 民眾黨有沒有舉手 這次有沒有投票 八個全部支持國民黨 所以民眾黨這一次再度體現 他們是小蘭 以前黃珊珊說的都嫁 這次民眾黨那八期 全部又回到小蘭 所以國衝你不要再騙 這插子到藏子 你如果沒反應 你自己去看傳播 插子到藏子你們看得清楚 你們國衝所率領的八的人 全部集集負軍事 我再講一遍 這一次選爸爸修法 這一次選爸爸修法 黃國昌帶領的那八個民眾黨立委 全力支持副軍旗 就是副軍旗的提案 而且被國民黨列為表決的第一案 就是這個案 除了這個以外 剛剛在說韓國瑜 韓國瑜是在這裡陷 有一個案子是民進黨的提案 民進黨的提案 就是說對民進黨黨團提案 請問現場有意義 因為韓國的手頭卡在中 是有意義 有意義 那我們開始表決計時七分鐘 請把表決卡發下去 他中心這樣 叫他有沒有意義 還會比較難沒意義 一片靜默 因為他中心有意義 他手頭卡在中心 國民黨要講有意義 所以你看他的眼神 國民黨坐到他的左手邊 民進黨坐右手邊 所以他就一直看國民黨 他說有沒有意義 請問有沒有意義 等一下這張 請問有沒有意義 總共兩七頭 旁邊的左腕也緊急 因為左腕手卡在中心 國民黨有意義 他就說對 怎麼沒有人有意義 到時候不知道什麼人把它切起來 有意義 有意義 當然他就要開始表決 計時七分鐘 請按鈴 然後把表決卡發下去 你這樣做意義中 對嗎 完全不公平 你如果做院長說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就下意義 是不是這樣 沒有意義就下意義 他不是 韓國的你手頭卡在中心 可以今天給我看 你那張上面 我告訴你 那張上面有什麼 國民黨冒號有意義 就是這個時候有 徐玉珍那張有沒有 那個高金數目是不是一張六千 那張那張那張 那張是不是有請問現場有意義 有意義對不對 什麼現場進入混亂 表決 然後他們就是要點人頭 輕點人數這樣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國民站那張是有意義 結果國民黨沒有人有意義 你沒有用 沒有他後來一大早去錄影 對啊 他一大早跑去錄影 你不是去錄網路節目 對那個時候已經回來了 你的行蹤我都有掌握 因為準備要罷免你 你沒有在立法院 我們都知道 剛剛講那個罷免的 身分證的那個門檻 那個門檻 當然現在大家會想說 這會跟謝國良有關 國民黨當然說沒有 可是國民黨智庫說有 因為現在進入冷凍期三十天 所以國民黨可能會開臨時會 那臨時會就大概八十五十六 這幾天會開臨時會 那開了臨時會之後 這個選爸爸的修正就會 就會通過 以後的罷免就是要付身分證 我跟你講付身分證影印本 這個罷免難度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根本連署都過不了 我們就說過了 我們三個都擺一大罷免月圓資 都擺到半價 我擺一大他擺一大他擺一大 我們三個裡面 周圍行是詐騙集團的 我們兩個是做新公益的 叫瀑瀑的之後 周圍行是最多的 因為詐騙集團都騙 所以他會收到五千頂 一連署的上養樂多 我只要變成礦泉水 滷肉飯認識 我們都收到三百頂 他收到五千頂 收之後 他人不去了 有一天早上我們兩個拜託 他怎麼沒來 那個人不去 也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五千張全部被他拿走 這很有可能 那新聞政府可能就這樣 影印本就去收起來了 搞不然他會邀大家留下電話 以後再聯絡你 所以你電話也通通留一下 所以身份證影印本這件事情 會整個把罷免的連署門檻提高 這個提高遠遠難度會大於 那個什麼投票加一 原來的得票數 只要罷免月圓資六千萬票再加一 那個難度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要聯署罷免月圓資 要弄到大概現在三萬幾張 三萬幾張的時候 那個難度其實 是要付身份證其實是更難的 我有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想要請教地盈律師 就是現在不是已經禁負二讀 有關於選罷法 他們罷免的這個部分 然後要把身份證影本加進去 提高門檻 聯署的門檻 那現在是假設這個時序 七月十六修會 那修會前 現在看起來好像稍微困難 因為他必須還要這個協商一個月 他們還要再開零食會 八月的時候要開零食會 那如果在這個九月 他投票之前過了的話 謝國良的這個事情 會影響到嗎 我們現在已經定入第二階段了 應該這樣講是說 也許國民黨機關算盡 他之前透過智庫講說 可以從程序重新 可以用到這個修正後的選罷法 所以現在公民的這個連署 包括如果照他們的邏輯 國民黨制庫的邏輯是 如果真的三十天 忍動期過了 過了之後因為還沒投票 他如果程序重新的概念 就是要這些公民再回去 這個四萬多人再回去補身份證 東西給人家退 但是我要這樣子說 這樣的機關算盡 其實不符合現行的法律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東西 叫中央法規標準法 他就是你所有的法律適用 要從這個裡面去解釋 中央法規標準法裡面 一個叫從優原則 從優原則是什麼 這個概念是說 對人民的保障 如果有新舊法的差異 要優先適用 對他比較好的法律 所以現行法的罷免門檻 是沒有加那些要件 亂七八糟 就算新法通過 國民黨真的藍白硬讓他過 在罷糧投票之前讓他過 因為你新法通過之後的門檻更高 還要加身份證 對人民罷免權的保障 比較不足 所以從優原則 還是要回歸到 舊法的適用 也就是現行法 所以現在藍白也許 機關算盡要救謝國良 但是這個機關算盡 並不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 的從優原則 因此其實救不了謝國良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部分 因為國民黨想方設法 要幫謝國良解套 但是這個情況 反而是好像在天才火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 他之前去搬那個盆栽 然後去把那個 基隆市政府前面的人工草皮慘掉 可是有一件事情 是跟基隆人切切相關的 民生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解決 公車油又出事了 一個月內 一個月有五起公車拋錨的事件 來 韋航哥 公車拋錨 而且他這一次的狀況 這是各種各式各樣 拋錨之外 然後還有人兩度被公車的鐵片 他這邊有一個鐵片割傷 結果他說 這個基隆公車處的處長 他說什麼 可能你夏天衣服穿得比較薄 所以呢 會造成什麼擦傷跟意外 所以我要穿多厚才能坐你的公車 你不懂 你要穿消防 防火衣 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你在譴責乘客說 你衣服穿太薄 這個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企圖 因為如果他承認拍誰會國賠 馬上就來告了 然後他就說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 但是誰的錯 車子不用驗嗎 要啊 車子來了 就算你是二手的也要驗 我們來看基隆的這個事件 這什麼東西 各位當然沒有開公車都不知道 大家是喔 一開始就是車子開開 開到那個基隆公路 就是那個很多高架橋 法國公墓的那裡 就是台灣以前少數的法國領土 後來就回來換給我們 就是他有一個法國公墓 那邊突然一到砰一聲 什麼一聲 有這個東西掉下來 好像純鐵 後來發現是手煞車掉下來 手煞車掉下來 手煞車掉下來了 好 現在在拍玩命觀察 開照公社會解體是不是 安全設計 手煞車掉下來的時候 他自己會停下來 所以公車本身設計 是有一個自己的保障的系統 但是開一開 為什麼會掉下來 平常沒有在檢修嗎 一查原來大概一般正常 我們公車大概開八年 因為你要注意它是天天開 對 長時間 所以跟你家的車不一樣 八年就是已經新疆舊木的程度 但基隆給它開到12年 繼續的用 有時候地方政府不這樣 一樣的預算 為什麼不買新的要買舊的 要買快淘汰的 就是地方政府會覺得 公車本來就在賠 就比較不願意大量投資 這就是形成一個循環 車子就越來越爛 大家都越來越不想搭 好 那不管怎麼樣 發生這個事情是不是要解決 要 那你的解決態度是什麼 他基隆市府現在說 壞了就休 可是你有沒有從長記憶 接下來要不要去頂個 長期的更新方案 其實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謝國良把這種 平常就把這種小細節都一一做好 不會等到現在有一個罷免 要進到第三階段 然後突然什麼事情 大家都特別放大眼睛去那邊觀察 好 所以一個市長到底是不是呢 其實是從他上任的第一天就開始了 現在都是業力爆發的時刻 基隆應該很有錢 因為他們都有錢 他們都有買電動車 我以為是買了一個人爆車 用送的 對 用送的 然後一人可以騎一個 然後所以很多人要做的公共運輸系統 就沒有錢花這件事情 被犧牲了 對 就被犧牲了 一個安心亞一年的錢 應該可以買兩台公車吧 可以 全新的 應該可以 對啊 那為什麼要把錢 把預算花在送電動車 沒有狗狗狗 對不起 然後去用了 人家淘汰的二手公車 然後造成之前是漏油 現在是各種狀況 手煞車還掉 你有開車看過手煞車 這下來了嗎 通常第三世界國家才會出現這種事 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其實加深了 基隆市民想要罷免謝國良的那個動力 那原資有要幫忙解釋嗎 這個公車的問題 因為民生的東西 大家就切切相關 坐公車的人 你每次都動不動就拋毛 一個月五次 就是這個當然也是要處理好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是 句點 講完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是 因為大家要罷免謝國良 所以就把這個所有 什麼事情都算在頭上 因為謝國良 今天晚上沒有請他吃飯 對啊 我們要去幫他 我們要去幫他 他明天在基隆的活動 有邀請我去幫忙 那為什麼不請你吃飯 反罷免 對 今天吃飯怎麼沒有你 因為我們是那種情義相挺 不是跟吃飯沒有關係 所以今天是不是 今天吃的都是被餵了飯 今天晚上不會吃黑糖 不是 你只要問我 我是說我沒有因為這個飯 就不幫他 但我覺得現在大家 什麼事算到 可是有的當然就是市政 市府 像局長什麼要比較負責 有的分成負責 那現在也不能說什麼 公共廁所沒衛生 雖然他頭上也沒有 但是確實就是這個要處理 不是啦 因為電動車 然後再跟公車做一個比較 大家就覺得你這個 施政的章法是有問題的 那之前徐曉星大姑設詐案的時候 我來回憶一下 徐曉星曾經傳了一個訊息給呂家凱 跟他講什麼 跟他講說大家要互相 做人做事總是有一條線 不過徐曉星今天的行為你去看 這個人真的是滿雙標的 沒有看過有人以吃 看守所早餐為樂的 那徐曉星絕對是第一人 國民黨立委人人都有份 但是不覺得心裡面毛毛的怪怪的嗎 難道你們都想吃牢飯嗎 這個超出了常人的理解 那國民黨硬要修 選罷法提高這個 罷免連署的難度 在謝國良罷免案上面是火上加油 不顧謝國良火燒屁股 這也超出了常人的理解範圍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工商一下 想要掌握更多的節目精彩內容 記得要掃描下方的QR控 以及訂閱新台灣加油YT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分享精彩的片段給你所有的朋友 好不好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